尖交人 陳副總統 太少了 發現叫錯人了 真的好糗 卸下監察院長的張伯雅 趕緊向臉上三條線的賴副總統 陪不適 笑一笑 化解尷尬 硬性交接 監察院一日舉行院長交接典禮 陳菊正式走馬上任 但是人事案引爆朝野對立 不只是首次沒有副院長一起 民間不滿的聲浪也很大 堪稱是歷任來最爭議的一次 好像應該衝擊性很大 像我這樣的人 不過我會認為 我覺得很可惜 我非常努力的準備 希望能夠在立法院裡面 面對各個政黨對我的指引 語氣中聽得出無奈 另外對於廢考間修憲問題 監察院到底是病貓裝老虎 亦或淪為打擊異己的東廠 監察院的去留並不表示監察權會被默示 但是如果共識性很高 我們是樂觀其他人權委員會 另外在監察院底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也正式成立由陳菊擔任主委 更拋出震撼彈 我能夠回到人權的工作 我認為這是我生命最後的堅持 也是最後的美好 那我已經有一定的年歲 那這是我最後的工作 所以我會認為這當然是我最後的公子 在爭議聲浪中上任 是否成為末代監察院長 在政治生涯最後一個階段 陳菊要走的路依舊顛破 懷孕新聞林志朋 張哲豪 台北報導